節目中所提及的 症狀期成因及相應療法因人而異 觀眾有問題,請諮詢醫生 這張震驚十三億人的藥方 一劑就醫好? 轉發可以救到很多人? 不是吧? 每天做這三個動作 可以延長十年命嗎? 網上來超簡單的健康資訊 隨手按按鈕就能看到 但這些磁體會後悔一輩子的內容 有多少成是能信得過的? 好,大家好,歡迎來到新醫館 首先歡迎我們這集的兩位嘉賓 有李逸朗阿Don 還有鄧曉林,Rocina Rocina,你好 歡迎你們 Rocina好像我們的同事 稱呼她為仙姐 是,仙姐,你好 你就是Cindy,她就是仙姐 阿Don就夾在兩位姐姐 Don仔就行了… 其實Don仔和仙姐 這樣說好像我也有點巧合 其實兩位有沒有經常看 很多不同健康的資訊 上網看 對 有沒有看過? 我媽媽每一早都會傳給我看 是在WhatsApp的家人群組 一直傳出來 你還沒睡醒的時候 對,還沒睡醒,7時多 她在床上按摩手機 就開始說要感恩 我們要吃中藥 要怎樣養生 我不知道每天都會生 那些通常不是自己的女兒 就快生嬰兒才傳給女兒 我媽媽很有準備 這件事上面 有的,很多的 在手機電話上 有很多轉法的 但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她說到的偏方很厲害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偏方? 有一些…很厲害 譬如有些會睡得很好 有些叫陰陽水 我最記得了 她說在之前隔夜的時候 將一杯冷水流到翌日 然後在翌日睡醒後 就立刻煮一杯熱的水 然後撞下去 再加一茶匙鹽 這樣喝下去就會青春上住 你有沒有試過? 我有 結果呢? 那就是這樣 她很排毒 結果她真的很排毒 一開始是… 即是很去到廁所 對,是瘋的 後來我覺得還可以 其實是否一直到現在也有喝 不是,我拉皮、打針等 你要介紹一下吧 不管你有沒有拉 其實都是很多不同的資訊 很多不同的偏方 上來我們新醫館 我們一起來看看 大家有沒有以下的這幾個病徵 自我診斷一下 精狀一 頸梗膊痛 精狀二 腰痠背痛 精狀三 手足鼻痛 精狀四 關節痛 第一個病徵就是頸梗膊痛 大家有沒有…我想很多人都有 是不是? 詩姊姐有了 有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究竟我的原因是甚麼 例如女生有時穿一些衣服 不適合的位置 然後可能試身衣服 你這些位置又會扯著痛 有時睡得不好 枕頭不適合的位置又會扯著痛 所以其實你根本有時都不知道原因是甚麼 像戴又死,不戴又有問題 不戴又有問題 不戴又死,不戴又有問題 你也不知道吧? 我不說了 我更加不知道 我做甚麼?我難道… 有我頸梗膊痛 我頸梗膊痛偶不中… 但因為我經常保持拉筋 我覺得拉筋對我很有幫助 第二個症狀就是腰痠背痛 這個很多人都有 這個我比較少 我也比較少 是,可能我們今天在座這些… 可能動得多,是吧? 通常辦公室的人比較多 我們看看第三個症狀吧 第三個症狀就是手足鼻痛 有試過嗎? 但我自己也很有趣 我反而是女生不舒服的那幾人 來之前一個星期 這些關節位真的痛到 完全是下不了床 但我又沒什麼過之後 如果說關節痛 大家有沒有第四個症狀 關節痛 關節痛我又有關節痛 因為我經常運動會弄傷手手腳腳 有時候打不斷手指 而且我本身有痛風 所以很容易就會在手指的關節 或者是腳跟那些會痛得動不了 我是拍手指,但是… 拍到痛嗎? 我手指痛是真的會拍到痛 拍到痛是心理病 是治療那種 但你說關節很痛,痛得動不了 這樣又會比較少 是,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痛症 我們今天的症狀也有很多 不如我們請兩位嘉賓 猜一下 究竟我們說的是什麼病 我猜今天是說女人的東西 即是說生孩子、M痛之類 節目總是太看得起我 說女人的東西 我心想像是經驗男士角度 我想它是說周身骨痛的東西 骨落疏鬆的東西 很明顯我們今天要拆解這個迷思 就是通症的迷思 我們也上網找到了這個標題 你有周身骨痛是因為患上骨質疏鬆? 賴文說骨質疏鬆症患者 骨膜下會容易發炎 所以有八成人會出現疼痛 之後還有機會骨關節變形 而患者可能對病症一無所知 到發現的時候已經很難醫治了 其實骨質疏鬆是研究顯示 跟我們的年紀和體重 都有密切的關係 根據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的資料 50歲以上的人士,50歲 每五個男性就有一個患者 而女性三個就有一個 其實我不用擔心 因為我小時候開始聽千年那些歌詞 男的姓王好像… 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我們差不多時間一起派歌上台 對,你是我什麼 小朋友幼兒園的老師 我真的不可以說了,對吧 不要緊… 我們先下火 我們看看 兩位不少不少有少少痛 覺不覺得自己有骨質疏鬆呢 真的不會… 有少少痛覺得自己有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真的… 你剛才也說了 是年紀和體重 對,體重 我想我兩樣都應該… 比達一點 對 讓我們一起來問一問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兼註冊中醫師,洪雙雙醫師 謝謝你 我們來聊聊天 其實骨痛和骨質疏鬆的關係 大不大呢 其實骨質疏鬆是一個… 代表我們身體的骨質密度減低 周身骨痛並不是骨質疏鬆的一個病徵 很多人是有骨折的時候 可能跌倒,斷了骨 才知道原來自己有骨質疏鬆 女性在七七四十九之年 從中醫來說 已經開始退化 我們說開始出現骨質疏鬆的情況 但男性反而在七八之年 七八五十六的年紀 才開始有 正如剛才你們看的報告 就是男性在五十六十歲之後 才開始出現骨質密度流失 聽完鴻醫師講解 大家清楚了 間中周身骨痛不代表幻想骨質疏鬆 所以這篇《你有周身骨痛》 是因為幻想骨質疏鬆的文章 都是以偏概存 我開周身骨痛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不同年紀層的人 都會有一個打骨的習慣 像我自己有很多病人 你問他有沒有經常打骨 也有的 其實你們兩位平時有沒有打開 我沒有,我很怕陌生人摸我的 真的? 是嗎?你試試 我可能會鬥魄星的陌生人 我可能會 不,因為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我的習慣就是譬如 我的腳不怕,但我很怕痕 我按腳又會覺得很尷尬 有一次我去內地工作 就去一個盲人按摩 誰知道按到中間我睡著了 然後突然之間 他按的位置有點不對勁 就是有點古怪 我閉大眼睛醒了 我發現之前幫我按那個盲人就走了 換了一個就另外一個人進來幫我按 然後我就很害怕 所以我之後也沒有怎樣按摩 按摩打骨 打骨我也可以的 但我不是腳底按摩那些 是躺在那裡,要下油推的 因為我自己好像中式的按摩味 不下油,在那裡吐那些 我就覺得很痛 但是有些就下油推 我覺得是挺舒服的 不知道我們家庭觀眾們 又是怎樣對付這些周身骨痛的呢? 看醫生,或者買些膠布來按摩 如果他們不能按摩,根本沒有按摩 看中醫 有很多骨衣、火療 我很多都試過 沒有理會的 幾十歲的年紀大機器 不用理會的 放鬆去舒壓根 就是按摩按摩 是不是可以問一下雙傷呢? 當然可以 其實想問一下 按摩 對,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先說按摩 其實有研究的顯示 原來按摩是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我們釋放一種叫安多芬的激素 令我們會開心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人就會慢慢 很想追求這種感覺 要大力一點 當他按摩的手法不太適合的時候 可能會有其他效果 我們的組織、同事 很多人都有按摩這個習慣 他們經常說一個字就是 去骨火 就是掛紗、蜜罐、去骨火 或者我們都可以趁這個機會 問一下意思 其實去骨火 我中醫是怎樣看的呢? 對 其實這兩個治療 都是令到我們的皮膚表面 可以有一點出血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印在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虛症 或者是一些寒症 其實就不適合做那麼多 因為始終將身體的熱 越來越散得更多 未必那麼適合 但是其實在中醫來說 這些都不是叫骨火 在中醫的骨火 其實是一種病症 就是一種你會覺得 自己有一種熱 是由骨裡面散出來的 而且它可能會在黃昏的時間 又或者是一個固定的時間 你就會覺得很痙 那些痙是在身體裡面發出來的 中醫叫這些骨精潮熱 其實是一種肝腎陰虛的表現 是的 醫師其實你今天都準備了一套運動 跟我們一起去做 可以對我們的骨 關節都有幫助的 是呀 我們平時坐在辦公室 或者平時做事 整齊手 都令到我們的背部好像彎了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運動 可以令到大家舒緩一下 首先我們把雙手交叉地放在身前 然後我們慢慢會深呼吸 同時就把手提起 去到那個胸口的時候 那個臉的時候 我們就轉手 對了, 有那麼高那麼高 拉… 可以很高的 是嗎? 是呀, 你的手 你看我已經… 我只是伸直的手都… 好了, 然後當你去到最高的時候 我們可以慢慢放鬆 雙手打圈, 下來 是 這樣就完成一次了 通常八次就為之一個完整的動作 這樣做就可以鬆到的 除了骨痛之外 都市人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小病小痛 是 像我現在這樣 我已經坐了一輪 我的腳臂和腳痛了 那你這個腳痛真的來得合適了 因為我們稍後回來 會除了拆解腳痛之外 還有其他痛症 新醫館, 稍後別走開 想補充鈣質 很多人想起喝牛奶 但香港人其實也挺多人 不喜歡喝牛奶 想可以補充鈣質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選擇 例如是吃豆腐 但吃豆腐就不是種種豆腐 都含有豐富的鈣質 反而我們中國人傳統用石膏粉凝固的豆腐 就很有鈣質 歡迎回來新醫館 是, 非常歡迎 還有我們兩位嘉賓 Doni日朗和Rosina新姐 當然少不了我們的紅雙雙醫師 是… 歡迎光 Cindy, 你剛剛廣告前就說腳臂 坐了一個廣告時段 有沒有好一點 應該是說坐了一個廣告時段 坐到腳臂 坐了一會吧 好一點好一點 好一點 其實我們很多不同的都市人 有時候我們工作 做藝人工作的時候 如果弄傷腳臂 有些拉箱的狀況出現了嗎 尷尬的事呢 我覺得… 工作上我沒有 但我試過穿著高鞋開車 扭著鞋子時就開始抽筋了 什麼? 很危險 我替其他人擔心 真的痛… 很痛 立刻拉手鞋子打死火燈 然後捏到肌肉要鬆開 我才可以繼續開車 我覺得駕鞋子不應該穿高單鞋是真的 但剛巧出現了活動 就覺得真的沒時間了 那就好了,那就去吧 我看有些女生會擺一雙拖鞋 或者擺一雙平底鞋子 我是的… 在車裡面 我是的 然後… 拖鞋也比較危險的 平底鞋比較好 是不是? 有這樣的 我沒有駕鞋的 Don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沒有 但是我試過… 譬如我們平時拍戲 有一個男演員 他跳兩級樓梯 就是走下樓梯最後跳兩級 真的兩級而已 然後他會扭傷腳 是 大家都不明白 為何會扭傷腳 原來他在平底的球鞋裡 放了幾個增高鞋子 那真的會扭傷 那就… 所以其實我們拍戲的時候 很多大場面 預料會扭傷 有些急救員或醫護員 在旁邊的時候 其實都沒事 反而我們的保險 通常都是攝影機這些 扭傷 入升降機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扭傷到 是這些 那你有尷尬嗎? 我沒什麼 但你經常伸腳出去 是嗎?我經常伸腳出去 有些同事經常叫你收起來 他是不是關節炎 腳經常向外扭 扭進來 先坐下來 你不是高鞋子嗎? 其實他沒有那麼高 其實我真的… 我真的那麼高 他高的 他的身體那麼長 但腳那裡是這樣 不要緊 如果說腳那件事 其實很多不同的香港人 都有些腳臂 或是腳會弄傷一些狀況 其實某程度上 都跟我們的坐姿都有關係 是否呢? 洪醫師 沒錯 如果那個麻痺的感覺 是維持了很久的 或者反覆地出現 可能一個星期又會出現 一、兩次 這樣的話 可能就要看看醫生 因為這個可能代表有其他問題 最多件的可能是腰的問題 有腰椎監盤突出症 即是壓到神經 令到我們腳的神經會受壓 容易有鼻的感覺 我們很多時候 在腳臂的時候很壞 身邊的人知道你的腳臂 就一定這樣打下來 你會問甚麼人 像觸電一樣 所有人都是這樣 好嗎? 那你有沒有說我們腳臂的時候 其實應該按甚麼穴位 讓它可以快一點 不要那麼多鼻子 不要經常這樣被人打呢? 那譬如在我們腰部 就有一個穴位叫腎疏 其實它就是主管我們的腰部 如果那個腳臂 是因為腰的情況而引起的話 也會有舒緩作用 另外其實我們都可以 用一個叫陽寧寸的穴位 其實就在我們的膝蓋下面 骨頭下面 就有一個穴位叫陽寧寸 那陽寧寸呢 其實我們就叫筋匯陽寧寸 就是說 逢是我們的筋骨有甚麼問題 都可以按一下 大概按多久 還有按多少次 這樣嗎? 我會先 那當你如果真的有腳臂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按它 即是你用你的拇指 用適當的力度 去按大概一分鐘左右 這樣就足夠了 那如果也不行的話 其實也不建議你按超過15分鐘 因為始終裡面有很多神經 所以如果有鼻症持續下去很長時間的話 或者真的要看看甚麼原因 說完腳痛 其實頭痛都是香港人很困擾的東西 我經常都頭痛 為甚麼? 因為他經常對著你 經常對著我 而且我也要對著你 那你有頭痛嗎? 偏頭痛 一邊一邊一邊 因為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我也是 你們知道自己甚麼是偏頭痛嗎? 我問他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 我看著他們立即有一點 我也很亂 但我沒有頭痛 你有嗎? 其實我自己不夠睡的時候 當然會頭痛 但我自己就不是很嚴重 反而我有朋友 我真的見到他吃吃飯 在說很正常排兩口飯 突然之間說 哇 頭痛 你眼睛就流出來了 我見到他都是我放假的 即是星期六日 午餐時間 就等於是他放假 所以他上班他又沒事的 他一放假一睡醒就開始頭痛 那你跟Cindy一樣 看到你就頭痛 你這樣也不明白 原來是我的問題 原來我真的病 不要理會 你快點教我們那個月位 究竟是甚麼指頭痛 如果一般的頭痛 我們都可以用百會月 百會月其實是位於我們督蜜 我們找的位置就是 在我們的耳朵連線的終點 其實基本上是頭頂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月位有甚麼好處呢 其實有平肝式風 有安神省囂的作用 譬如因為乾火而引起的頭痛 就特別有效 另外其實我們都可以考慮的 就是有一個開天窗的動作 就按著我們的太陽月 然後我們用的手指 明明屈曲 就可以按我們的眼眉毛 是 還有我們可以數我們的前壓向上數 都可以做到一個止痛的作用 我們叫一個開天窗 開天窗 我們已經幾乎由頭問到落腳 你們還有甚麼奇難通症 都可以請教一下鴻醫師 有 因為其實有朋友知道我上來這個節目 就丟著一堆問題就要上來問 你不會經常在醫院認識朋友 我都不想 每個人都好像腦藥殘兵一樣 我都病 其中有一個就是做OL的女生 她說她的手肘 說她有網球手 網球爪 她經常說冤冤痛 刺一下刺一下 但她本身是不打網球 所以我們覺得她在說甚麼 甚麼叫網球爪 網球爪其實不是打網球 不是這樣改名的 網球爪就是你不斷拿手重複一個動作 令到她有勞損關節 是否這個意思 都對一半 其實很可愛的 網球手就是我們所說的 骨骨外上科研 就是這個位置的發炎 其實她的發病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們的前臂的心機 就是她屈起我們手的機劍發炎 她剛剛那個起似點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發炎就會痛 但是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手腕的問題 可能是我們手腕的用力不對 或者重複某些動作 有些人可能打球 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用力不對的時候 都會容易有這個驗證 那雙雙雅 我們怎樣才可以知道自己 是否有網球爪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測試一下 我們的前臂伸肌的情況就知道了 首先就伸直手 我們就輕輕摔下我們的手掌 向著自己 你就用手按住自己的手背 用力按住 手掌慢慢升起 如果你在這升起的過程中 如果你覺得你的手突然出現痛了的話 那就很有機會有網球手 有些什麼方法可以預防 多些做一些熱心運動 因為熱心運動可以令到你血液循環好一點 減低勞損 還有注意姿勢 尤其是當你要用手腕力 譬如駕拍、駕鑊鏟 也好 用手腕力的時候要注意姿勢 以及儀器 這樣就可以減低了你有網球手的機會 那今天真是多謝雙雙醫師 我們不斷叫你雙雙 不要介意 因為很親切 謝謝雙醫師 謝謝 多謝我們兩位嘉賓 就是李逸朗和仙姐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沒有痛症就最好了 當然更好的就是留意我們新醫管 你就能夠管理好自己的健康 正所謂醫學留言沒有網管 拆解全靠新醫管 拜拜 拜拜 身免是香港人通常有的問題 可能因為工作壓力大 光灰染 今天我會帶大家做一個喬式 首先你坐在瑜伽尖上 平躺下去 雙腳微微打開 像盆骨那麼闊 手掌放在盆骨旁邊 如果可以的話 慢慢將你的後腳跟 走近你的盆骨 拉起你的人 將你的肚臍指去天花板 用你的腳大腿撐住自己 如果你覺得自己支撐不到 可以用手支撐住臀部 大概在這個位置 15至30秒左右 下一個呼氣 你可以放開你的手 放好你的人 這樣你就可以休息了 這個動作還可以幫助到 大家舒緩便秘的問題